可能粉丝对九成的印象是FMP中单 中路法王 但更多的路人可能对九成的印象就是爱吃闲 从以前和韩寒的多次冲突 还有一些和队友的矛盾来看 九成对经济确实太执着了 最近九成又因为吃钱的问题和一个队友吵起来了 这局九成的公司里前期对线敌人结并没有打出优势 队友连坡过来帮了一波逼出了敌人结的闪现 但连坡自己被击杀 对面的诸葛亮赶来也击杀了九成 这一波可以说是血亏 接下来就出现了争议点 江子牙想补掉进塔的兵线 但九成拼命发撤退 可能是不想看到兵线被塔吃掉 也可能是想快点升级 江子牙就直接把线清了 这个时候队友已经在蓝区和对面打了起来 但九成可能是在赌气 完全没有过去支援的意思 等到队友已经打完了 九成满技能过去想收割残局 但很可惜一个都没有收掉 九成的情绪明显有些不对 随后就开始批评队友吃钱的事情 你来帮我 那你不要收我的钱 随着这一次被敌人结的黄牌定住 刘邦月塔直接将九成击杀 江子牙和连坡击杀了敌人结 其实这波自家是不亏的 但九成显然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 即便是江子牙说要给他封神 他还是在和队友赌气 你自己玩吗 我没有经济有庇用 我们自己玩 要出钱去了 这一幕有点像是之前的 不是经济一号位玩不了 队友其实一直在很耐心的解释 如果那一波兵线不吃的话 就直接被塔吃了 但九成就是不接受这样的解释 无论怎样 兵线都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吃钱 我能吃到的钱 哪怕都吃到的钱 全部留给我 随着游戏的进行 九成依然对吃钱这个操作 喋喋不休 九成本赛季没有上场的机会 可能心态也不太好 此前有人说 九成想去押运会 最近国际服已经开放了 安装训油手油加速器就能玩 输入天黑均 还能获得专属的三天VIP会员 今年的世贯竞争不同以往 以九成的水平和心态 想要参加的话还是挺难的 就看着公孙黎和江子牙 你一句我一句的争论 也能看出 不管是玩中单还是射手 九成都把经济看得太重了 游戏理解可能也确实跟不上了 这只是一局1800分的巅峰赛 九成非但没有带飞 还有了这样的矛盾 确实不应该 江子牙已经表态 可以随便吃他的中路线 但九成似乎还在为第一波的事情 喋喋不休 江子牙还在中路正常倾线的情况下 九成还在责怪 为什么江子牙没有等他一起吃线 江子牙认为自己升级 可以更快地给队友封神 但是在九成的游戏理解里 江子牙升级是没有用的 九成这局的战绩并不好看 队友也有点看不下去了 觉得九成吃了很多钱 但也没打出什么作用 随后江子牙可能是彻底绷不住了 直接建议九成去打人机 不要再来打巅峰赛了 九成确实打成了经济一号位 但最后一波他一个人 面对对方多人也无济于事 最终还是难逃失败的结局 九成之所以职业生涯 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替补 游戏理解是一方面 性格因素影响也比较大 他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期 以后想要重返赛场的话 确实很难了